那我们现场来感受一下 120W的充电速度到底有多快 在安卓阵营卷得飞起 各种300W快充打出充电5分钟 续航一整天口号的时候 苹果的快充策略却显得相当佛系 甚至可以说是慢充 本期我们来聊聊苹果的快充策略 以及怎么为苹果全家桶挑选一个合适的充电器 这里特别感谢库泰科对本期视频的赞助 本期的四管充电器也会在留言里送出 话不多说让我们Let go 安卓厂商那些快充协议大部分都是魔改的 充电协议多 需要使用原产的装属充电器和线材 才能实现高功率快充 秦始皇来了东门逼 而苹果存家桶从iPhone到Mac都采用了公版的PD快充协议 这也意味着你不一定非得买苹果官方的充电器和充电线 只要符合PD标准的第三方产品 同样能让你的设备实现快充 当然前提是得绕开Lightning这根一家独大的小尾巴 苹果设备型号实在太多了 为了大家方便 我把目前官网在售的Mac、iPad、iPhone的充电光 整理成了一张表 已经放在了置顶评论里了 另外库泰克的充电器不仅支持PD协议 其他快充协议也非常全面 比如支持小米的120W快充 由于篇幅有限 这部分就不展开说了 但我没把相关参数整理进了表格 比官网的更直光 如果你是安卓用户 不妨看看这份表格 测试和整理这些数据真的花了不少功夫 如果你觉得有愿 记得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苹果目前大多数机型用的都是PD3.0协议 理论上最大支持100W的充电功率 不过在高端的MacBook Pro 16英寸上 苹果已经升级到了PD3.1 理论上240W 不过要注意 这些都是协议的上限值 实地充电能有多少瓦 还得看具体的设备和充电策略 就来iPhone来说 iPhone 8系列到iPhone 16系列 都支持PD快充协议 大部分快充功率在20W左右 这里先不考虑在某些极端条件下 可以获得更高的功率 如果你只想给iPhone充电 可以考虑30W的充电器 库胎科这款闪电筷30W探索板 采用半透明磨砂外观 折叠的插角设计 重量46克 体积之比5V一安的主视野 大那么一点点 一个吸口 实际给iPhone 16 Pro充电10分钟 电量增加30% 充电半小时 电量增加60% 它也能给你的iPad AirPods Apple Watch充电 我觉得它就很适合 家里放一个 公司放一个 个头小巧 又可以支持所有的设备 最主要就是价格震撼人心 不用微我50就可以全款拿下 酷胎哥还有个特别酷的编织持续线 支持6240W的大功率 1Mark认证 完美支持苹果快充 有1米和1.5米的长度 自动收纳功能 稍微越手引导一下 它就会自己卷起来 吸力也挺猛 随手往有磁力的地方一贴 比如冰箱 或者直接吸在iPhone后面都挺稳 不过嘛 这根线因为多了一层磁力层 材质稍微有点硬 还有就是只支持USB2.0 连接外接硬盘的话有点慢 但是只作为一根充电线还是不错的 无聊的时候还可以拿在手里盘着玩 当个赛博首创 一物多用 iPad的快充功率一般在20到30W之间 其中iPad Pro全系列支持30W快充 不过有个小例外 9.7英寸的iPad Pro iPad Air从第三代就开始支持30W快充 iPad mini第五代起支持20W 而iPad 10也妥妥支持30W 你同样可以用30W的PD快充给iPad进行快充 自从M系列的MacBook上线后 Mac通通支持PD快充 官方推荐的充电器功率是这样子的 MacBook Air 13 15用70W MacBook Pro 14用96W MacBook Pro 16则需要140W 不过要说一下 除了MacBook Pro 16自带140W的快充头 其他型号盒子里配的充电器功率 可都不是最高功率的 所以这样看16寸的MacBook才是真的Pro 话说回来 大家平时用Mac基本都是插电用 快不快充的差别其实没那么大 我猜很多Mac的朋友手上少不了别的苹果设备吧 直接搞个多口的充电器 充Mac顺带还能给iPad iPhone或者耳机补个电 库台壳6号淡化甲电冷卡片 设计成卡片形状 重量84颗 体积比身份证还小一圈 厚度就比iPhone稍微厚一点点 侧边还有条纹设计 这玩意儿特别实用 插座太紧的时候增加摩擦力 把插都省力不少 而且要是碰上那些墙壁上松松垮垮的插座 也不会因为自重而掉下来 它有两个吸口 不过功率不太一样 库台科的传统是蓝色等于满功率 普通颜色等于普通功率 单口最高支持65W 实测给MacBook Air充电 10分钟电量增加16% 30分钟电量增加49% 支持双口同时输出 给MacBook提供45W功率的电力时 还能给iPhone来个20W的快充 如果你经常带着Mac到处跑 它就很适合 虽然不能给Mac进行满功率的快充 不过体积小巧 日常采取妥妥够用 如果你到了低电压的国家或者地区 比如日本的100V4电 CE就只能提供45W的功率 库台科10号充电器 雅光磨砂的质感 同样侧边有条纹设计 方便拔插 插头两侧还多了两个横条 插在插座上更加牢固 重量211克 比iPhone16 Pro重一点点 它采用2CEA的接口设计 CEA、CEA都支持满功率输出 单口最高支持100WPD快充 可以给MacBook Air、MacBook Pro 14吋 进行满功率快充 Echo则支持Apple 2.4Ah快充协议 老用户看了都指点头 功率方配看设备数量 但建议是CE接Mac 其二个iPad、手机、手表或者耳机 Echo留给老设备 设备在多口拔插的时候 不会断脸 这里手上还有老设备的用户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充电器上插了一颗C2L的线 哪怕没连设备 Mi5认证芯片还是会默默干活 系统会以为它在充电 这样其他充电口就没办法满功率输出了 现在拔掉它 充电器又恢复满功率输出 120W功率 2CEA接口再加上刚好能接受的重量 日常出门带它完全没问题 不过在低电压的地区和国家 最大输出功率为100W 如果你的设备数量比较多 或者功率需求更大 比如MacBook Pro 16 相机大容量充电帽等等 可以考虑更多接口和更大功率的 库泰科15号充电器 库泰科15号充电器 可以说是10号充电版的 肌肉增强版 还是那个熟悉的家族设计语言 但重量直接飙到了340克 老实说 这个重量带出门的确有点重 更适合固定放在办公桌上当充电帐 3CEA的设计 CE和C2都支持满功率输出 单口最高140W 能给MacBook Pro 16满血快充 C3功率小点 最高18W ECO同时支持Apple 2.4Ah 至于具体的功率分配码 给你练这些数字估计也困了 直接看表 简单点建议 如果多个设备一起充 CE和C2给Mac还有iPad 大功率充电宝 相机电池这些设备 C3给手机 耳机 手表 ECO装供老设备 不过有点需要注意 新设备接入时 充电器会重新握手 其他连接的设备会短暂断开一下 如果你有那些没有类置电池的设备 比如摄影灯扩展污等 记得特别留意一下 免得突然断电影响使用 OK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 我是Be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